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下他反手领拉的这个动作 他领拉的动作呢 因为他之前我说过 他都是手臂用力多 对吧 手腕扒得多 反而他去台内去领的时候 这个动作还发力还很好 因为他腰基本上不需要动 还发力很好 但是他领的时候呢 这个手腕摩擦 吃的还不够 球吃的还不够 稳 拍面压得太死了 压得过死 所以他压得过死以后 他这个球啊 手腕是这样把它盖过去的 但是呢 没有把这个球吃住摩擦上台 那么我们反手在领的时候 有的球啊 稍微手臂多掉一点 去摩擦侧面 有的球 如果说这个球过来 下旋不是太强 你可以多压一点 去领的时候 稍微多压一点 摩擦多一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领拉的动作 有时候可以摩擦球的侧面多一点 有的时候可以压多一点 但压多了什么 很容易打网 所以你压的不多 测一点 测一点去摩擦 更加容易上台 压多了以后 这个弧线很低 但是呢 很容易失误 这个走关机 稍微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看 有的球会怎么会打我啊 包括他这个视频当中也是 他有的球上来以后 拍面测的不多 压的太实 压的太实 所以一打这个球 什么弧线很平 容易打网 那我走关节 抬高一点 掉的多一点 反手领拉的这个动作 如果林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进行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